最近拜登做了一件事挺搞笑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老猛董还是脆脆的 大家看完这条影片在留言区告诉我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赞好、订阅和分享新频道 可以告诉YouTube演算法是我们优质的频道 请大家like我的Facebook和IG的专页 记得顺手加入Telegram群组 再顺手点的话 请大家加入VIP 多谢大家 最近在拉美地区发生了件挺有趣的事 话说美洲峰会将会在6月6日到10日 在美国的洛杉矶举行 美国总统拜登突然说明不邀请其中三个国家加入 包括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 原因是因为他们三个国家不够民主 大家以为这样已经很激 原来更激的是拜登还要邀请委内瑞拉的 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代表委内瑞拉参与美洲峰会 这件事在拉美地区引发牵然大波 各国的政府都骂到他飞起 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就回应 美国这样去排除我们参与 是怕我们发出反帝国的声音 波利维亚总统阿尔塞就说 如果他们搞的只不过朋友之间的聚会就有得他 但他搞这个是美洲峰会 墨西哥的总统罗佩斯就说 如果美国这次不是邀请所有拉美地区的总统 我将会拒绝议会 这次面对着拜登这种小鹅鸡拉帮结派的行为 各国的政府都非常生气 甚至他们在5月27号进行了一个反峰会 由一群被拒绝参与国家组织 于是他们组成了一个反峰会 一起谴责拜登这次的行为 以及说他为什么可以这么霸道 决定谁可以参与美洲峰会 这次可以说是 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的失败 也有民主党的议员发表声明 去批评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失当 在这件事里面我有不同的思考 第一个反思到底是何为民主 当拜登说这些国家不够民主的时候 其实他又不是说他违反了某个协定 或者是违反了某个宪章 因为你这么说就有根有据 但如果你说他不够民主其实挺主观的 其实同样的情况都可以应用在网络世界里面 有时常常网民互相骂 某个国家不够民主 某个国家是独裁 到底何为民主 大家有什么共同认可的一个标准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标准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 第二个思考是 整件事最疯狂的是 拜登不单是说他不够民主 还要去邀请一个 委内瑞拉的反对派的政府的领袖 去参与这个峰会 在美国的眼中就是说 我可以主观地认同某个国家的反对派 我认为他是正统就是正统 所以他是完全不尊重这些国家 他自己的主权和他的独立性 就是美国说怎样就算了 我想到很奇怪的想法 就是如果下次举行这个亚洲峰会的时候 美国是否可以邀请黄之锋 或者黎智英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这个峰会呢 第三个思考就是 通过拜登这个行为 令我想起一个重要理论 叫做霸权稳定论 他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需要一个大佬的存在 当有大佬的时候 其他小弟愿意跟随的时间 就能够好好进行协调和国际合作 而过往的美国 其实一直都是function好这个大佬的角色 去带领全球的合作 而今天面对的世界的问题 就是气候暖化 或者国际贸易争端等等的问题 如果这个大佬是function不好这个角色的时候 就会失去了这个霸权稳定 而今天拜登的行为 似乎告诉我 美国是想退出这个霸主之位的 但按道理来说 美国是没理由想退出这个霸主的地位的 所以其实 到底他是犯了老胡桃 还是他是老谋心算 在想其他东西 大家不妨发表你的看法 计MIRROR之后 最近应该有新的明星相计挖起 包括这个荃湾红片街市区的鲜肉威威 有这个卖鱼MC 和两宋范李佳心 网民气称 他们将会成为一个supermarket的团队 到底这个反映着背后一个社会现象呢?